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明朝 五星共鸣者村要不要抽不论强度还是处理都是顶级的新五星 明朝,1.4卡尺寸首日流水爆炸 排名提升128名,创流水星奇迹 明朝对于这次万众期待的新五星共鸣者村 可以说,从游戏开服时期 就让不少玩家一直在期待的顶级卫星了 而对于这次的新五星共鸣者村要不要抽卡和入手 还有这位角色的详细性价比 以及目前的表现等等 这次也来展开说说 本次的村以个人的建议和视角来看 入手必要性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个没什么好争议的 毕竟造型设计上非常的优秀和出色 强度反而是次要的了 首先喜欢就抽 这没啥好说的 千金难买也乐意 只要喜欢就直接无脑入手就完事了 村不论是造型方面还是整体的气质上 都让玩家非常的忠议和喜欢 这个没什么争议 村就这个细节的设计上绝对是目前明朝的巅峰了 而本身定位作为优秀的C这一块 也是让玩家非常满意的 不论是老玩家还是新玩家 入手村以后带来的整体的强度 方面的体验和游戏上的体感升级都是异常明显的 这点无庸置疑 而考虑到明朝现在复刻角色的速度和节奏 错过这次的机会 再次复刻 阿布估计少说也要等上半年以后了 所以能入手 尽量现在就入手 这角色真的作为主C来说是非常合格的 从各方面来看都很值得入手 总结来说 这次的五星共鸣者的村 绝对是非常值得入手和抽取的角色 这点不用怀疑 不过也是建议量力而行 0加0用者没什么问题 0加1本身的入手性价比 严格来说是最高的 再高的共鸣练这玩意 看自己的经济能力和课金的预算 以及上线了 明朝1.4上半卡池终于开启 新五星角色村也已经up 各位漂泊者们 是不是也都如愿的抽到了呢 而说起1月4日上半春卡市首日 第一波流水数据也终于是出炉了 一起来看看吧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可以看到本期卡池 从中午开启到现在 整体的流水还是不错的 总榜排名目前排名12名 游戏榜排名8名 较之前提升128名 整体的提升还是非常大的 不得不说1.4卡池的村 人气还是非常高的 吸金能力恐怖如斯 本期卡池流水再创奇迹 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毕竟只是首日的第一波流水 具体还得看后进足不足 有没有其他反转了 而说起明朝 在各国及地区的排名数据也终于来了 如图所示 目前国夫排名第九 排名第一的依旧是王者荣耀 其次是炼羽升空 再往后则是和平精英无尽动日 DNF手游等游戏 其他屈服首日第一波流水 暂时未进入前十 不过就目前这个势头来看 灯顶貌似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总的来说 1.4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村 可以说是从开服开始 人气就非常的高 也是很多漂泊者们最期待登场的一位女角色 这下也终于UP 还没抽到的漂泊者们倒是可以抽起来了 最后 也祝各位漂泊者们一发入魂 十连双金 小保底不歪大保底藏在哈 5.1卡池的新击